天还没全亮 开车前往布格列达尔前线 趁着俄军还在睡觉 这时候最安全 布格列达尔只是俄军进攻的第一关 却已经吃了大亏 乌克兰的地雷和炮弹攻势 让一辆辆俄罗斯坦克困在雪地中 着火冒烟 除了布格列达尔 对内四个小镇马林卡也一样 这里的控制权被俄军掌握 空拍看到俄罗斯坦克到处开火 所有建筑物只剩遗址 往北一点就是巴赫姆特 乌克兰坦克部队每天调度 开炮应付一波又一波俄罗斯步兵 一年了乌克兰继续站下去 还有心血加入 最新一批国际志愿军已经来到乌东 进行上场前最后训练 乌克兰军方警告 等雪融化 军机决战 俄军可能把握机会 先发之人 阻止乌克兰反攻 保住南部和东部补给线 很可能是俄军 抢先春季攻势的理由 同时乌克兰也公布 过去一年 俄军空袭的惊人次数 就像这样 爆炸火焰浓烟 在乌东和乌南 早就见怪不怪 而在满周年之际 不止恐怖空袭 乌克兰光复城市的居民们 更担心 俄军哪天又回来 因此前美国国防部长 艾斯培认为 西方应该在春季决战前 加快精远速度 还有一批乌克兰士兵 在英国学着操作挑战者坦克 战火一年 没落幕 乌克兰只能尽量准备好 面对或许更加难熬 更血腥的战争新阶段 TVBS新闻 最后报道